在一次采访中 记者问到张艺谋 你现在身价上亿 为何不愿意帮助一下身患残疾 却还在修自行车的弟弟 紧接着张艺谋的一番话 使得记者无地自容 要说起张艺谋 在农村长大的他二弟 一出生势力就很模糊 看不清东西 三弟在小的时候 发了一次烧 之后损坏了亲密 作为家中唯一健康的孩子 张艺谋自然而然承担了家中的负担 在北京闯荡了几年之后 凭借着红高粱一夜成名 收入野水涨船高 不料天有不测风云 在拍戏过程中 被一位女演员爆出超声仪式 张艺谋并没有做任何回应 最终罚款748万 紧接着媒体就大肆报道 张艺谋能交748万的罚款 但是两个弟弟 却还在西安老家给人修车 况且还身患残疾 在一次采访的时候 记者问到这个问题 张艺谋直接回对道 这是我的家事 外人无权过问 再说人不能只看表面 其实张艺谋不是没有提出过帮助 但是两个弟弟担心自己给哥哥增加 但拖累到他的生活 便直接拒绝了 即便这样 他还是给弟弟们买了大房子 对此你们有什么想法 对此你们有什么想法